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石坚叔的演艺人生 今上回说到石坚叔相当慷慨,他很慷慨地在2006年捐了名下一个物业出来 给演艺工作的团体用来做推广和平时发展的用途 因为他相当慷慨,整个物业捐出来 好,接着今天继续和大家讲讲石坚叔的荣誉和宗教信仰 最后就讲讲石坚叔拍摄过什么电影 石坚叔的荣誉有什么呢? 就是1996年石坚获得香港影评人协会颁赠的金子经奖 在2003年就更加和曹达华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颁赠的专业精神奖 并且在2004年石坚叔为星光大道留下这个掌印以作纪念 所以各位各位如果有时间去昂谊大道 就可以顺便找一找石坚叔的掌印 可以作为一个消磨时间,慢慢找 接下来说说石坚叔有什么宗教信仰呢? 石坚叔很注重家庭,他和他太太李杰盈 在圈中是无犯夫妻来的 结了这么多年,生了六个子女 家庭生活一直都相当美满 而坚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石坚叔起初没有宗教信仰 一直直到坚沈有一次病了 狗病未遇,病了很久 于是石坚叔自己为了老婆 也决定受洗来进教 好,帮妻子坚嫂祈祷 最后坚嫂在1998年8月 因心脏衰竭去世 那都没办法啦 天要你走,无论你做什么都要走的啦 好,那最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石坚叔拍摄过的电影啦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 石坚叔他做过的一些武打设计 他亦都做过一些武动作的设计 首先就是1967年 黄飞鸿虎爪群英会 1968年黄飞鸿虎打八金刚 1968年神边合 1968年黄飞鸿欲博黑霸王 1968年黄飞鸿拳王争霸 怎样是?街坡魂帆盟 1969年黄飞鸿欲瘤麻旺 吧! 接着是 vectors1969年 黄飞鸿欲、血、蝴蝣 黄飞鸿哈 聖语 & 黄飞鸿 Craw Kelpor 跟着是哪由於1971年 《黄飞鸿勇破烈火阵》 1972年《施敲》 1977年《隐合恩仇录》 以上12套片的动作设计 都是由石坚叔负责的 另外石坚叔也做过制片 1964年《满堂吉庆》 由石坚叔负责制片 1974年《侯拳扣4》 石坚叔做助理编导 接着讲讲石坚叔拍摄过的电影 由1940年石坚叔开始拍电影 1940年《血海花》 1940年《地狗天抢》 1947年《第一号战犯》 和《怪合毒眼龙》 1948年《香港杀人王》 《四代同堂》 《血染魏雄》 《血染魏雄》 1948年《同徐合》 《大战九花梁》 1949年《小合艾虎》 李元霸出演秦勤 1949年《方世环》 1949年《方世环》 1949年《九战鹅微山》 1949年《方世环》 1949年《胡惠拳三探武当山》 1949年《方世环》 1949年《万里布施首》 1949年《黄飞红传》 1949年《王飞红传》 1949年《上集》 1949年《三道九龙杯》 1949年《珠鸾碧盒》 1949年《熟山剑盒》 1949年《满江熊》 1949年《拿渣梅山》 1949年《修七妖》 1949年《雄骸大战五龙公主》 1949年《黄飞红传》 1949年《黄飞红传》 1949年《下集大结果》 1949年《七合十三剑》 1949年《第三集》 2049年《樱富跳墙》 1949年《蝶蝠巳》 1949年《蝯蝶大战彩花茶》 1949年《紅飞红传》 1949年《蝶蝠蝠代刃景色報》 1949年《荒世环火消红零子》 1946年《雯蝵蝠底部》 1949年《金废 recovered!》 1986年《石剑宿reens》 1949年《短紅樹演艺人生》 20BSCフォコ medios 分享到此後 暫時休息一休 喜歡這條片和喜歡石堅叔的 請你留言、點讚和分享 如果你有朋友喜歡石堅叔 也希望你分享這條片給這位朋友 讓他知道多些石堅叔的生平時跡 另外也希望大家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請你多多訂閱我們的阿N與阿嬤頻道 我們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石堅叔的演藝人生 拜拜